一屆南八天 纯大医院遭人爆料 医学系一名大二学生没取得医师执照 居然上手术台替病患做手术 报料文章写着从手术房醒来 旁边医师特别年轻 居然是连国考都没考过的大二学生 手术缝线是他缝的 各位会怎么想呢 我不曉得是人类在那个纯大缝的 毕竟他还是学生嘛 会觉得让家属来看那个纯大 看医生的那个信心程度会受影响 后文引起医学系学生踏伐 酸大二学生人家黑杰克别怕 秘医的医术说不定超棒 但就是不合法 重点就是违法看懂了吗 国考也怕是在出来说大话 重点是你偷拍 加码爆料这名带刀大二生 涉及偷拍学姐上厕所 就是说这个学生天赋一饼就对 他已经在过去一年来 包括整个暑假都一直在开刀房里面 不这样的规定吗 可以的 陈大一学系证实 让大二一学生做了胸腔科的 缝合手术 遭点名的大二一学生 也不甘示弱 偷文开向学长姐 我实力就是一切 要用规定来打压 有本事给看看你的实力 没本事就闭嘴 就是比较老的学长 或是学姐 才会去跟手术法 到大师大五才会安排实习 大二学生没有医师执照 执行医疗行为 就是违反医师法 引证留言被起底 大二生放低姿态 表示自己懺悔 后悔写了道歉文 坦诚时常进开刀房 在老师监督下 压铁患者伤口缝合 影响学长姐学习机会 但道歉文不久后删除 违规带刀学生事件 仿佛校园版的 白色巨塔风暴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赞订阅